朱军正是起诉性骚扰案当事人,风险与季玉同在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a World。 朱军性骚扰案被爆料后,真实惊掉了人的下巴,朱军的正面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轰然坍塌。 这无论是对于朱军的事业或者是对于朱军的前途都是不利的。 是隔这么久之后,朱军今天才正式起诉案件当事人和爆料者,这里面的问题就耐人寻味了。 首先,朱军是否有骚扰的行为是笨案的关键。如果朱军有这种行为,那么朱军就是有错的。 别人举报甚至于爆料,这都是正当权益的表现,朱军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如果朱军没有这种骚扰的行为,那么爆料者就有一种侮辱诽谤他人的行为。 这也可能是当事人为了出名为了博眼秋而不惜自毁自己名誉的做法。 其次,本案骚扰的证据也很关键。 朱军起诉爆料者等人侵犯其名誉权,其只需要举证出爆料者一些的报道和文字材料就可以了。 如果爆料者没有证据证明其爆料的事实是真实的,那么就可以认定爆料者是属于诬告诽谤陷害。 所以说本院骚扰的证据是很关键的,既然朱军起诉后,爆料者敢于正硬应对,这说明爆料者也是有备而来,胜券在握的。 最后,朱军的起诉风险与机遇同在。 人生中出现了这么大的事件,朱军一定是非常苦恼的。 如果选择默不作声,那么大众一定会认为朱军确实有错,如果选择反击,那么一旦失败,将更加神败名裂。 所以是搁这么长的时间之后,朱军才进行起诉,想必朱军也准备充分了。 没有退路,只有背水一战。 但是对方当事人立即发布正面照表示应战,这说明对方也不示弱。 朱军的麻烦可能就大了,既然起诉了肯定会有结果的。 官司打赢了就可以害朱军清白,官司打输了,朱军就难堪了。 所以本案对于朱军来说,机遇与风险同在。 预知情况如何?且听法庭判决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转发声,请不吝点赞,订阅转发声,距禅通纽讯寻主要。